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人类 究竟可以自私到何种程度 星医找到私家侦探 希望对方能为她保守秘密 可侦探认为就算星医有牺牲的风险 也应该站出来保护人类 小悠与下巴当即愤怒 她让侦探好好看看眼前的星医 她只是十几岁的孩子 可母亲却惨遭杀害 也见识过失衡遍野的惨状 甚至还要经受亲人好友的质疑 可依旧没有放弃活下去的希望 难道不可怜吗 换作任何人都无法承受她的痛苦 所以在小悠看来 星医凭什么要为人类的大意而牺牲 她牺牲的已经够多了 星医默默地听着这番话 心中感受到久违的温暖 一天前星医与李美不花而散 回家后她担心侦探的是会牵连李美 可又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小悠告诉星医 侦探被发现后依旧前来调查 而不是换人 说明背后的雇主 只是实力简单的个体 他们可以顺藤摸瓜将对方找出来 然后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不过这件事还需要人帮忙 星医立马想到宇田 宇田十分开心星医能找到自己 这说明星医把她当成真的伙伴 小悠也将侦探的脸告诉给夏娃 只是这核对的方式却有些吓人 与此同时侦探与梁子会面 得知她暴露行踪后 梁子准备停止行动 可侦探的好奇心已经被彻底激发 打算侦破到底 还质问梁子那变异的手究竟是什么怪物 梁子表示无可奉告 侦探突然想到梁子提醒了她 让她多注意右手 说明梁子之前就知道星医的命运 梁子直接否认再次警告侦探停止行动 说完便起身离开 侦探想要起身挽留 结果撞倒桌面狼狈地倒在地下 在回去的路上 梁子回想起刚当的场景 情不自禁地笑了一下 回家后她有些疑惑 自己居然会拥有人类的表情 结果又想到当时的场景再次笑出声 不过这声音既恐怖又阴森 而侦探则是一人喝起闷酒 妻子知道她遇到棘手的问题 劝她不要多管闲事 人如果不自量力 她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 向全世界证明自己 可达莲总是来得很快 第二天她就被星医和雨田抓住 两人将她带到一处空地 并将寄生兽的事全盘拖出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星医告诉侦探自己并不想杀她 只是想侦探替他们手中匿名 毕竟他们也有生存的权利 侦探回想起星医确实救过自己 便答应她的请求 而小悠也从她的口中确定 梁子就是背后的雇主 小悠还提醒她 最好别给梁子干活 也别去调查梁子 不然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夜晚星医刚回家 就接到梁子电话 想邀约她见面 第二天梁子来到大学听课 教授正在讲解人性 有种学说认为 人类其实并不存在利他主意 帮助其他动物或同类的行为 只是为了更好的遗传后代 比如人类保护环境的行为 就正好证明这点 身为寄生兽的梁子深有启发 可人类的学子 却将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 毕竟女生都抗拒不了 蒙受的诱惑 但梁子不同 下课后她直接单手将孩子拧走 同学们看到后瞬间傻眼 还从未见过如此彪悍的母亲 梁子来到天台会见星医 对于她的变化有些吃惊 而星医也没想到 梁子居然从未伤害过手中的孩子 随后两人开始互相交换情报 小幽质问梁子为什么要顾私家侦探 难道就不怕暴露吗 梁子只是想观察星医的变化 毕竟她是特殊的个体 如果暴露她也可以随时改变样子 所以并不用担心 接着星医问她 怪物市长有何打算 梁子表示他们已经意识到 随意禁食人类并不安全 所以必须考虑如何与人类共存 星医才不信她的鬼话 毕竟秀雄就是很好的例子 可在梁子眼中 人类同样是虚伪的 明面上与家禽和谐共生 可实际上却是在圈养食物 牛羊在人类面前从来都是不平等的存在 弱小即是原罪 星医理解她说的道理 可依旧无法原谅他们 毕竟母亲的死还历历在门 看到星医突然爆发出杀意 梁子察觉到不对劲 低头看到孩子后 她瞬间明白 原来星医母亲遇害的事竟是真的 她开始放肆大笑 星医想要动手 可梁子却拿孩子做盾牌 星医无奈整个人憋屈到极点 她在街上疯狂奔跑发现心中的怒气 直到汉如雨下后 她逐渐平静 就在这时一位算命的婆婆注意到她 通过左手的手下 婆婆推测出星医的胸口有个洞 星医被吓了一条 立马询问她该如何堵住 婆婆告诉她 去见给她留下疤痕的人 然后跟对方好好交谈 只有那人能填补她胸口的洞 星医以为她说的是杀害母亲的凶手 于是告诉婆婆 如果是那个人的话 自己已经杀死了她